飲料广告是要这样拍的 阿娜你来个运动饮料 有耶 没关系算了 先来演动了 你好矫情哦 威士忌 天后上菜 卖相也是天后级的哦 好高级哦 这根本就是可以在餐厅卖的东西哦 应该是差不多了我觉得 先不要给大家看 到底赵惠妹烤的是什么东西呢 不就是鸡吗 先把他们拿去 我就演那个啊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就是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然后又爱做菜这样子 一人分身两脚 我跟你讲就可以怎样演啊 然后又开始演 好了好了就是就是 譬如说在切东西啊 然后是切东西 然后就这样切 然后这样 baby 你帮我拿一个东西好不好 啊 哦 弄到了啦 baby 你看 小姐 小姐 对 那个衣服要干洗还是要换洗衣机 就蛮恐怖的 因为她家有用的 你拿 你拿 你拿那叫干洗 干洗 还被用人撞见这一切 对 哎呦 就类似这样啦 我怎么想哭了 因为刚好对应到你现在的生活 好贱哦 你不要在那边那个 整个节目都会在转起来 真的不要太转 你就是直接放上去嘛 对啊 就直接放上去好了 因为你知道 还是要烤一支 对啊 算烤一支好了啦 因为像你知道拍啤酒广告 跟拍茶的广告啊 那个喝完的感觉也不能一样 不能一样的 哦对 啤酒是有酒精的啊 然后是卖给比较成熟的人 所以你当时有在想这件事吗 我觉得我最近啊 就是因为可能拍那个 饮料的东西啊 拍到我 我变得好专业哦 真的啊 你有拿捏到之间的差别 其实我就很自然喝东西 那一刚开始喝的时候 会好像没有办法 就表现出来 因为你会觉得很怪 为什么喝茶就喝茶 为什么还要那种 一定要的啊 为什么这样 没有一刚开始 你会觉得为什么 会觉得太过了 太over了这样 你就会觉得说路人 根本不会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 后来我自己去看那个 monitor 就是稍微拍一遍 然后去看 哎这样的感觉好像真的是 就是很舒服这样 越来越放的感觉 对而且你如果用一般人 喝茶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你喝完就 那根本画面上出不来啊 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吸气 然后就是要哈的感觉 清新的 尤其是茶 茶就是要深呼吸啊 什么这样 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啤酒呢 啤酒的重点是在哪 啤酒就是要有那种 因为喝啤酒你喝一大口 你会不会有一种很冰 然后呛到的感觉 有有有有有有 我觉得喝啤酒喝完应该是这样 咕咕咕咕好像 咔咔咔咔 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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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个 你知道然后喝完 或者是你知道 嗨了 那谁要行啊 谁要买啊 或者是至少豪迈就 啊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你要看怎么表现 有些是喝了会这样 好快啊这样子 那有的是喝了就会比较安静的 比如说喝喝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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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然后就 哦深深的挺味的啊 我懂 冰镇到身体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它有欸 整个身体就这样 那如果豆奶呢 蜜豆奶那种 豆奶 豆奶应该是要双手拿 要表现出健康的感觉 怎么样 要健康然后小朋友看到 不会排斥的 我有拍过类似的欸 那你试看看 假掉了是不是 很虚 一看就是在骗家长前的表情啊 很虚吗 要表现出健康好喝 还活力 喝了会聪明 小朋友 小朋友应该不然怕这样吧 为什么 可能小朋友就这样 不然阿妹啊 没有就 好我也要一个 那边有一个杯是你的 这个这个对 豆奶不好诠释 就是那边就是这样 鸭 哇哈哈 鸭什么啊 有那种感觉在喝的时候 鸭 哪有人说鸭啊 就鸭 这样子 不行这个不合理 不合理 等一下先把春鸡放进去 好好好先放鸡 所以这个鸡什么时候才有口 对希望它 我给你讲咖啡是不同的感觉 等一下很烫喔 要小心 有声音耶 好可怕喔 没关系算了 先来演豆奶 开始 好 就是很健康的 不要也不要over掉 就是那种合理的豆奶喔 你好矫情喔 我小时候都是这样子耶 而且要喝 我懂就那眼睛 不经意的会然后 因为小朋友会这样子啊 那小朋友看到就一直说 妈妈会也要 咖啡咖啡咖啡 咖啡我很会 成熟的成熟的 哪一台哪一台 有有有有 咖啡 有有有有 威士忌 继续 是 哈哈哈哈 让我来讲运动饮料的 哪有 那没来讲运动饮料的 哦运动饮料啊 就是应该要很 运动饮料OK 豪迈技也是健康奔放 就是可能ok 就是喝 有耶 有有 鸡汤 鸡汤 鸡汤先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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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而且還用鸡汤 如果有鸡汤出那個鋁箔包 你們會買嗎 我可能會加熱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那個 沙拉 沙拉 我們要不要來玩心理測驗 我覺得這兩題還蠻好玩的 你先讓沙拉有個起步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那個 豆腐沙拉的這個材料 我其實如果你要做這個沙拉之前 其實最好是 豆腐要先泡在那個汁裡面 醬汁裡面大概20分鐘 那請問汁是什麼 就等一下現在要調 好 好所以 我忘記了 怎麼了 算了沒關係 什麼事情啊 洋蔥忘了放在那裡 你不是剛才還嚷嚷的說 洋蔥最重要 怎麼會沒有洋蔥 因為你們剛剛一直叫我一眼 我知道我們現在趕快切 然後就趁現在 反正洋蔥很快就熟了嗎 還是我們就把這些小顆的丟進去 可以可以可以 把這小顆 因為它要有味道 要剝皮嗎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嗎 不用 真的不用 只要有香味就可以 它自己好了它就會那個 欸 雞變色了耶 小心喔 我米豆腐 好像在燒金石喔 怎麼會這樣 這樣雞也算是死的明目啊 我們還幫它有這種 會不會太多了啦 剩下的那個 OK 可以 剛剛我們現在先把那個豆腐啊 就是切 切成適中的大小 對 所以等一下切切就來玩那個心理測驗好不好 什麼心理測驗 你是不是也是愛玩心理測驗的人 我還好啊 你明明就是很迷啊 我沒有很迷 欸 你們怎麼 你們是聽誰講的啊 我沒有很迷 我沒有聽不成經驗而已 只是覺得說 譬如說如果我們在聚會 然後一講說 要不要玩心理測驗 你就會說好好好 並沒有 真的嗎 真的沒有 所以你是會冷漠的看待心理測驗嗎 就 有些時候會覺得好玩啊 怎麼辦 我需要大一點的盤子 有這邊我們這邊有 要多大有多大 好 太好了 所以阿妹你現在感情是 就是先以工作為主嗎 沒有啦 其實 為什麼我不太想要談感情的東西是 我總覺得啊 你只要把感情彈出來都會 就會死掉 變不好 你是在唱衰我姐跟仔仔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 我的部分 你們不會啦 你們不會 可是你不覺得嗎 是我 如果你自己沒有要公開 可是那個媒體會跟著你啊 然後你就如果要防他們 就變成真的要 而且加上你又是人太好 我們是不敢跟媒體講說 我不想聊感情的東西 對不對 真的 我被設定了一個開關 就是媒體只要問我說 你最近感情怎麼樣 我就說很好啊 忍不住會回答 真的嗎 真的 我不敢跟媒體說對不起 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其實 我通常現在回答都比較像是那個什麼 就是說 因為你說你都沒有感情是不對的嗎 而且也不可能 那我不可能都沒有感情 我是有感情的 只是 我不想要 跟人家談 對跟人家談 因為我總覺得已經很 像我來講已經很辛苦要維持一段感情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很很自在 然後很私底下 就是很兩個人這樣子發生 所以你剛才那個話中是透露說 在你發片這段時間 你有談戀愛喔 在我發片這段時間喔 談戀愛喔 因為沒有像我們跟阿妹做朋友啊 我會自動比較不會去聊他感情的東西 對 我知道 因為我很怕我們跟他聊他就會想說 就是好像要 你知道八卦探他隱私 因為我本身長的 因為你真的有一點點八卦 沒有 因為我本身長得吃虧 我本身長得看起來是那種很愛聽八卦的人 可是你真的是 她是對不對 她是對不對 沒有 你是 你真的是 而且你很大看才有自己的私事 對 連解釋都不放過耶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好心的關心耶 然後本身長得 因為就看起來太八卦 都被他們冤枉 沒有冤枉你 沒有 你是耶 對 你們很賤耶 你偶爾秘也不跟你們講 甩個屁啊 誰要聽你們啊 誰要聽啊 你秘密根本藏不住啦 拜託 強著槍 所以你也覺得我愛聽八卦喔 沒有啦 真的只是開玩笑啦 可是 你是 不是 我 因為我是那種比較 當然如果說 像那個私底下 我覺得我可以 可以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分享 那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還蠻事項的 就是我們不太會主動追問 對啊 我就很喜歡你們這樣啊 因為如果你們一直追問 我真的還不知道怎麼辦 對 因為我們自己會有那種雷達 譬如說這個朋友 我們會覺得說 也許可以跟他聊這些 這個朋友也許他不想聊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那個比 對啊 就是不能呢 強迫朋友講他不想講的事情 對 這是女生做朋友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是有談戀愛啊 對啊 你看 不是啦 因為 好啦好啦 沒關係 沒有 感情的東西 會自己講 對我們來說感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唱情歌啊 都必須要有一些感覺 沒錯 對 所以 我又不太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的事情 所以只能夠 放在心裡裡 對 好 所以剛剛在那個聊感情的独中 你是加了橄欖油 在這個豆腐上面 橄欖油 對 然後 其實應該是要 讓它泡在那個裡面的 是要有一個凹槽的 我覺得 碗不夠深是不是 是看看 對 所以阿妹你喜歡 可以聊喜歡的類型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喜歡的類型還是一樣的嗎 還是一樣的啊 一樣 是什麼樣要是 等一下現在這是醬油嗎 醬 這是醬油 一般醬油就OK了 黑豆醬 其實一般也可以啦 對 就是稍微讓它 在上面 好看一點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很好吃耶 對啊 就讓它 就是應該 好漂亮喔 這樣子啊 沒辦法泡 所以你說你泡 喜歡的類型就還是差不多嗎 就差不多啊 就是那種 有才華有想法 有才華有想法 健康型的 健康當然啊 然後就是 嗯 不能太 太 還是要帥嗎 帥很難講 什麼還是要帥 對啊 帥不帥很難講 因為 因為我覺得你還是 有一點要注重外型的感覺吧 當然也不能夠太沒有感覺啊 就是還是要 要看 看了之後會 嗯 就覺得喜歡這樣子 對 也不見得是帥 只是說你看了喜歡 對 對 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他不同的感覺 很吸引的東西 對 那我很難說耶 我很難說 誰吸引 哪一些 那哪一種型的外型是你最不能接受 比如說鼻孔很大的 或是爆牙的還是什麼的 爆牙不行吧 不行對不對 爆牙不行喔 或者是 曹天筆呢 你要嗎 曹天筆這樣嗎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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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很寬耶 我覺得 我覺得舒服啊 曹天筆也會很舒服啊 曹天筆你OK嗎 講得多潮 是已經到這樣了嗎 就對 這樣子啊 比較會卻譜 會卻譜 對啊 應該是這樣講的 你要說外型啊 我 我比較難說出來 當然一定要是 感覺很不錯的 那我會注意到的男生 第一點都是他要 他要比較安靜 蛤 你喜歡安靜的 對那就比較安靜跟 有一點點怪怪的這樣 真的喔 這好像是你不喜歡的類型 對啊 就是安靜這樣 我知道就是比如說聚會 然後那個人會躲在角落 然後會讓你摸不透 他在想什麼的感覺 有一點類似這樣 可是也不能太那個 不能扭捏 不能扭捏 就是要感覺他是在安靜 他是 他是舒服的 然後 我知道不要是誇張 然後在那邊高談闊論那種 對 可是個性 但是他的個性不可以太奇怪喔 就還是要可以相處 對是可以相處 只是不愛多話 只是那個第一個會讓我注意的點 是這樣的男生 對 現在就是 其實應該是要泡一泡 然後現在沒有時間嘛 我們就先弄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烤他 好事實上在家裡做就是 等15分鐘嗎 15分鐘或20分鐘 讓他泡 泡 20分鐘味道 醃一下 所以那個蔬菜 你也沒有耐性耶 真的 而且你有發現你在煮的時候 他就是把一隻鞋子脫掉 然後這樣踩著 我現在都是這個姿勢 怎麼會有人這樣啊 我以前煮食就這樣子嗎 他就一直在問 他說現在 有要那麼長嗎 什麼之類的 拜託 那我跟妳講 那上次林俊傑來的時候啊 他在做他就會說 不要再做了啦 然後累了就去旁邊坐著 然後說我頭好痛喔 欸你講到做我還都忘了咧 你在幫我特地定了一個影子咧 好啦那你坐著啦 你們要體諒我 我現在可是懷有五個月的生育 欸可是這個如果要考啊 那個考箱有考盤嗎 我來看看 那就考的途中 我們順便可以來玩心理測驗 好啊也可以 就反正就沒事 欸沒有我還要切番茄 是用這個嗎 你知道主要是因為 我現在有一點餓了 真的嗎 盤子直接進去就可以了 欸你敢吃那個嗎 那個什麼 檸檬 檸檬 我剛好我女兒最愛吃檸檬 我很喜歡吃檸檬切片 然後加鹽巴 你是說這個生的嗎 對啊 不會酸死 欸我們來比賽吃啊 然後不能有那個酸的表情 好 欸為什麼要玩這個 對 聽起來還蠻刺激 可是為什麼要很難嗎 你會吃酸嗎 如果你要我硬要我忍 我是OK的啊 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就來玩 可是如果最後 大家都沒表情的話 那就整個就難玩啊 就我們三個人都獲 但是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本身滿不能吃酸的 真的啊 可是硬均是可以的啊 來別忘了你可是演戲的耶 大媽要講那麼狠的話 別忘了 好不好 三片 嗯 輸了要怎麼樣 輸了要不要生吃一顆那個 洋蔥 不要 為什麼 很臭耶 我等一下還要工作 那你等一下吃個口香腸就好啦 真的嗎 真的啦 不然你就生吃這個嗎 等一下有歌迷 會說欸這樣 怎麼辦 少來你等一下通告 不會跟歌迷見面 少在那邊騙你 來囉 那就是怎麼樣 要含然後 要含多久 要含多久 就整個吃下去啦 你說要整個吃掉 吃掉 整個吃進嘴巴裡 連皮 皮啊 很營養耶 欸你真的有這樣 不會胃痛或什麼的嗎 不會啊我都這樣吃啊 而且我吃很多 那這樣我們兩個不是吃虧嗎 然後不能露出酸的表情 我可以挑戰 預備 輸了吃那個洋蔥喔 或是 好一個一個開始 一個一個 那誰先 我先好了 妳有妳有妳有酸 臉都痕了 酸嗎 酸嗎 那我這樣口水一直流耶 我也是我這邊 還是 那是 酸嗎 一定要吞進去嗎 吞進去啊 為什麼要玩這個 我不知道啊 都是妳記憶要考太久啊 害我們沒事 就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整人遊戲耶 酸嗎 就這邊都要抽筋的感覺 可是要把它壓下來 真的真的 好害怕喔 好 先換我對不對 OK 有酸嗎 這裡有很酸嗎 妳中沒頭 妳中沒頭 有 她剛剛揍眉頭 有 有 揍了一下 她這樣應該算沒過關吧 過關 不然等一下來評分 先看妳的 好 好 這邊好像一直分泌口水 妳要不要把骨子拿掉啊 好過癮喔 好想再吃喔 真的很過癮耶 我從來沒有這樣吃過耶 有什麼 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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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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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三個都很厲害啊 不然跳 不然跳 不然跳選覺得我過關的舉手 覺得阿妹過關的舉手 這邊都是你們的人耶 沒有 這跟我們無關 覺得小孩子過關的舉手 你看 這你們的人啊 這跟我們 是不是我們的人無關 因為我剛才眉頭眉皺一下 妳皺了三下 沒有我是吃那種 嗯 沒有妳這樣 沒有我是這樣 嗯 好辣 自己提到 自己提的遊戲還在那邊 好辣 沒過關要怎麼樣嗎 沒有 算了啦 要吃那個洋蔥嗎 真的 因為它這個洋蔥吃下去 真的味道滿重的 真的嗎 真的 喝醬油 喝醬油可以 不然生吃剛才那個沒烤的雞 要不要 含他的腿一下 誰要啊 他被含他的腿啦 這個要烤了啦 怎麼辦 好那我們就直接烤 因為它已經浴熱十分鐘了 可是這盤子是可以放嗎 是可以放進去的 現在豆腐放進烤箱之後呢 我們來做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就切番茄 剛剛切了一些些 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就是把它切成 不要太薄的這個片 對對對 其實 所以它就只是番茄搭那個豆腐是不是 就像那個羅勒起司的那個 對 我只是把它弄成 那個豆腐換成起司 所以等於就好了嘛 就好啦 其實這個 比較難的就是那個雞嘛 等於我們下集真的是要等雞嘛 對 就是要一直等 沒關係 我們還有心理測驗 好 那我們就來這邊玩 好 它這個問題呢 是你在超商打工 然後遇到歹徒拿到要搶你的錢 你最害怕它用什麼刀來砍你呢 好痛喔 那我們要先看它是要測什麼嗎 沒有 先選 先選 第一個是 你們也要玩嗎 我要玩 我要玩 又刺又尖的狼牙棒 第二個是 又重又頓的大斧頭 第三個是 又長又立的西瓜刀 好痛喔 要是我選三 我也是選三 因為西瓜刀一砍整個就是斷手斷腳 而且西瓜刀是看到就怕了一點 對 而且你會看到你的肉那個切砍的感覺 斧頭感覺好像手還不會斷 而狼牙棒拿出來就覺得說 還滿有趣的 哪有趣 就想說你去哪裡借的道具 是去哪裡借的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那個狼牙棒啊 打的時候啊 你就會感覺很那個什麼 就是好像打不昏的那種感覺 就還會很清醒的去感受到那個痛 對 然後這個呢 這個斧頭呢 就是它如果說是沒有 沒有砍中的話 就是它要拿很累嘛 所以還要去 就是砍下去沒有弄到 你還可以跑 對 你還可以躲 或是有時候擋 可能擋到這個木棍的地方 還有空間 那那個刀就 整個是斷 沒錯 一下去就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們三個都要選西瓜刀嗎 好 那我們這個問題是 比最近一個月寂寞難耐的指數有多高 寂寞難耐是說 很想要人家賠 還是說那方面的 我覺得應該都有吧 就是想要有個人就對了 可是 那我們三個人都選同樣的耶 那怎麼辦 我承認我最近懷孕是比較少 你不需要這樣講吧 說不定這個是很不寂寞的選擇啊 如果是選狼牙棒的話 還滿能自得其樂的 你就算寂寞也懂得排解 不管是不是單身 都會很享受獨處的時間 所以你未來的一個月 一點都不寂寞 反而很充實 很多事等著你去做 寂寞難耐指數只有1 那選2大虎頭的 寂寞難耐指數55 從情商中學到教訓的你 早已學會控制欲望 但是看見路上的情侶 還是會覺得寂寞 這類型的人 要試著讓情緒保持平衡 有另一半的人 吵架的時候千萬別冷戰 否則可是會覺得超級寂寞 不會吧 我也沒寂寞到這種程度啊 怎麼可能會是最後一個 對啊 第三個會怎麼樣 第三個是越來越寂寞嗎 來看一下選3 寂寞指數 99 怎麼可能 你在精神上或肉體上 呈現超級可送 內心老師不滿足 不管有半或沒半 都希望可以得到更多 這類型的人 若感到寂寞 另一半記得要適時滿足她 單身的人 可以找好朋友 抒發一下情緒喔 我覺得還好耶 我沒有這樣子啊 阿妹應該是有吧 我覺得我還好耶 因為她說 她說超飢渴狀態 還好 超飢渴喔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有嗎 你有超飢渴嗎 我覺得還好耶 你有嗎 我還好 因為我身邊有半 我如果想要怎麼樣的話 我是可以找她 也不是有把自己搞到超飢渴 所以這根本不準嗎 不準嗎 你有超飢渴嗎 沒有 我超飢渴喔 我一直都是飽的啊 你甚至還太飽了對不對 也沒有到那麼飽啦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到底 你覺得準嗎 我覺得不準 如果說是要說內心的話 可能有一點點寂寞啊 因為你說我們當女藝人 不管是跟老公還是什麼 就是晚上回家夜深人間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好像 有一點點寂寞 會嗎 應該是說會很很 很希望有人 就是在旁邊 因為你說 是寂寞難耐到底是什麼 不是寂寞難耐 也不是說性即可 對啊 不是 只是說有一個人陪在旁邊 可以聊聊天 一起看個錄影帶 我覺得看錄影帶 會做一些事情 而且什麼年代還看錄影帶 大帶還是小帶 看DVD 你幹嘛挑人家與病啊 所以我懂你可能心理上面 希望有一個人陪 但不見得非要跟他發生性行為 如果是對的人的話 還是希望 哈哈哈哈 你現在尺度都滿寬的 我想幫你圓個什麼東西 不是當然啊 這是很當 這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阿妹是準的啊 這一集你準啊 還好啊 沒有到99吧 如果她說我也有寂寞程度30 我還接受 到99也太高了吧 你還不是也是99 我真的不準耶 因為我是很少會感到寂寞的人耶 那你選狼牙棒好了 不要 那個那麼具喜感我根本不怕啊 好 然後第二題 吃過一頓滿意的晚餐後 又是該清洗油膩碗筷的時候 這麼多的鍋碗瓢盆 你會先洗哪一樣呢 第一個是普通的食用筷 第二個是大 食用碗 第二個是大面丸 第三個是筷子 第四個是盤子 我會先筷子 我會盤子 我也是盤子 因為我喜歡洗盤子 那種平的盤子最好洗 對 我喜歡筷子 因為妳這樣 因為筷子通常都是數量很多 然後妳搓一搓洗完 洗完之後妳就會覺得 好像頓時那個 就少了很多的東西 才怪咧 因為妳那個洗碗槽裡面 筷子只會站細細的一腳 其他都是盤子啊 真的嗎 好 那先看哪一個 先看一下這個是測妳什麼呢 從性愛看出妳的性愛指數 什麼意思啊 那我跟妳一樣耶 從洗碗看出妳的性愛指數 妳們兩個一定超飢渴的 妳很沉耶 我現在看 選普通食用碗的是 妳是一個道德感很重的人 並不代表對性愛的抵抗力高喔 妳常為妳和情人之間應有的程度掙扎 害怕輕易發生關係 卻又無力抵抗這樣的誘惑發生 愛 愛 妳怎麼感慨啊 大面丸 大面丸 就是主泡面那種 這個是 道德並不是妳在愛情中最先考慮的部分 妳比較在意對方是否愛妳 無論情人在床上提出任何要求 都會盡力配合 就怕引發情人的不滿 很可憐吧 這很可憐吧 太可憐了 超可憐的 比如說要演什麼變裝啊什麼 她都會配合就對了 或是妳自己已經很困了 然後還要配合 因為怕那個男友不高興是不是 這太累 這太可憐了吧 不好意思 妳是一個對性愛有高度好奇心的人 不但會和情人討論性愛技巧 還會使用各式各樣的道具來增進情趣 對 是一個渴望和情人黏在一起的人 我道具也只有一樣啊 並沒有各式各樣啊 只有一樣 對啊 所以是有道具啊 是 就是我們之前有在節目中討論過的那個啊 真的喔 那就還是有一點點準嘛 可是我並不會跟我老公大肆的討論 要用什麼技巧啊 真的嗎 那種聲音不就是順其自然 妳講開來不是很尷尬 你們不會討論嗎 不會啊 或是心情 不會耶 就是一切都很自然而然的 要來就來了 那有很愛黏在一起嗎 就是 她是很喜歡黏著我啦 選四盤子 性即可 性即可 屁咧 雖然依偎在情人的懷裡 Oh my God 可是心思想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是 妳是一隻可怕的美麗花蝴蝶 使人忍不住想撿去妳的翅膀 才能真正擁有妳 欸 是嗎 是嗎 不好意思妳不是這種人啊 欸這人不準耶 就是說 就是說我男友會覺得想要把我翅膀剪掉 才能留得住我 對她會覺得一直 妳心好像都不知道飛去誰去哪 如果是以男方的心情 就是角度去想的話應該是 是嗎 有人這樣跟你抱怨過是不是 沒有 因為可能是因為 我們在比如說工作啊 或者是 像我們碰到男性的友人啊 都 像我就會比較熱情啊 什麼的 那我在想 我在想對方會不會這樣想 我不知道 可能會讓他沒有安全感是不是 可是大還是完全不準啊 妳根本就是完全 就對男友死心踏地的人啊 可是 但我是覺得我的心思 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就是可能不見得是 對其他人有感情 就是可能是在想很多其他的問題耶 可能兩個人正在激情的時候 妳已經在想什麼 兔子死掉啦 或者是媽媽又耍什麼劍啊 等等 或是想到一些政治話題 什麼東西啊 好啦 可是這樣算準不準啊 一半 這個心裡 讓大家內心自己平衡 我覺得對我來講我是不準啦 好不好 所以現在怎麼樣 等級嗎 分一下 豆腐一直在比例角了 豆腐好了嗎 欸等一下我們要不要再來合唱一首歌啊 哇 怎麼樣怎麼樣 非常非常 欸可不可以有一個先生來幫我們拿一下 因為你知道這種有點危險性的 我們還是不要自己來 好 你知道我們身為明星的不需要做這些 真的 那自己做菜怎麼辦 就是叫媽媽來拿 我那個豆腐應該還要在烤 還要在烤嗎 對 沒關係啊 算了啦 因為我要烤 算了啦 美食節目一直勸來賓不要再做 你真的很不敬業 沒有 因為我們節目一直走的是訪談加美食啊 還有那個卡拉OK 對 還有心理測驗 對 一直想 一直很想唱 她現在幾個想唱藍天 要嗎要嗎 對 要先唱還是等級好了 等級好了 等級好了啦 等級好了 可是你機還要很久欸 不會啦 沙拉弄好再唱啦 然後就等級 哇 好高級喔 這根本就是可以在餐廳賣的東西喔 好高級喔 又漂亮 皮是脆 好了耶 阿妹好了耶 好 好 好 應該是差不多了我覺得 先表給大家看 到底趙惠妹烤的是什麼東西呢 不就是雞嗎 不要點負好不好 除非觀眾會好奇 我是因為看到第一集的人 他已經知道是雞啦 好 所以你發片前 你會來節食那一套嗎 嗯 啊 節食嗎 嗯 稍微啦 所以你這次發片前有節食嗎 嗯 我還好耶 就是沒有太讓自己太餓 但是因為我要唱歌啊 所以 我唱歌一定有 好像沒有比較好耶 因為我沒有這個好 唱歌得也有力齁 要有力量 因為 所以 我沒有辦法那種都不吃啊 因為都不吃我沒有辦法 阿妹妳後來又刺了一個星星是不是 是 在這兒 喔 妳本來第一個在哪裡 所以妳現在有兩顆星星 在腳背上 在腳背上 我看不到 是因為崇拜星光幫嗎 謝謝妳啊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 妳喜歡他們我可以幫妳壓千名照 好啊 我喜歡星星啊 因為 星星對我來講 從很小的時候就覺得很親近 因為妳知道我們在台東啊 看星星 那個星星是這麼近的 就是好像就在妳這兒 我知道我小時候有去過 因為沒有光害 因為沒有光害 對 因為沒有光害 然後我們都會躺在那個庭院 晚上睡覺 然後就看著星星這樣 整天都是星星 所以妳近看星星她真的會覺得有那個形狀嗎 錯覺吧 因為她在閃 眼睛閉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她的光芒有 然後就很喜歡星星 那我是後來 因為我想要刺一點東西 其實我是怕痛的 可是因為我刺星星會讓我覺得我準備好了 就是對某一件事情準備好了 比如說像我腳上這個星星就是我 我那個時候從豐華要到那個 華納 華納 然後呢這顆星星是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我換了一個新公司 就是EMI嘛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我覺得我在這一段時間是一個 就是一個階段 然後再跨過去我要做一些更新的東西 然後妳就會讓自己記得 像是里程碑那樣給自己一個紀念 對 對 那邊是要拿九層塔是不是 這是九層塔嗎 這個是啊 又有歐的人然後又裝作那個 沒有 那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羅勒 羅勒葉 羅勒葉吧 我來聞一下 羅勒葉是九層塔嗎 不是 對 這是羅勒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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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看起來很像九層塔 而且妳一聞也知道不是九層塔 還在那邊發脾氣 有像 趕快跟它道歉嗎 所以妳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新鮮的羅勒葉這麼大喔 好香喔 我們去一般餐廳它都蠻小的耶 所以鋪好就可以 我覺得雞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拿出來 等一下我在想說這還要加什麼 我好像有點忘記一個東西 我覺得夠了耶 夠了嗎 夠了 還是要淋橄欖油 橄欖油加了醬油也加了 對 喔這個醬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拿走 所以這個也是多餘的嗎 這個醬我覺得要殺 醬要把它淋上去 雞我們就來把它拿起來囉 喔雞也好了 雞可以 哇香透了 不要碰不要碰 那個很燙 那過來 請你過來 雞來 雞在這裡來 烤春雞 首先將橄欖油加入碎羅勒葉及迷迭香 混合後塗在雞肉上 再將奶油塞入雞皮內 接著把紅蘿蔔馬鈴薯切塊至於烤盤 撒上少許鹽巴 最後放入烤箱即可 番茄羅勒豆腐沙拉的做法 是先將豆腐切成厚片 淋上檸檬汁橄欖油 及醬油 再將豆腐以中火烤至兩面酥脆 接著把豆腐及羅勒葉 以番茄片夾心 最後淋上醬汁即可 哇哦 天后做的這道烤春雞 果然同樣擁有天后級的架勢喔 鮮嫩欲滴的雞肉 配上迷迭香及羅勒葉勾魂的香氣 形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極品佳肴 哎呦 真是讓人忍不住想狠狠地咬上它一口呢 而這道番茄羅勒豆腐沙拉 是不是看起來也很賞心悅目呢 滑嫩的豆腐夾心 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片 與清爽的醬汁形成美妙的組合 嗯 真是太好吃了 不得了 不得了 太好吃了 應該是我們節目目前看過 最上的檯面的兩道菜吧 賣相來講真的太好了 這根本就是那種什麼餐廳端出來的春雞 真的 不要這樣講 不得了了 結果會不會一吃整個就這樣 整個就大肆批評 就跟你講烤太久了 好 太乾了是不是 太有一點 你要沾下面的那個這樣子 我覺得烤太久 好 可以嗎 味道很好 可是肉太乾 太乾了 烤太久了 對 算了啦 它偶像派 偶像派春雞 你要吃其他的啊 這個呢 你也太豪邁了吧 不然 你也不切 這個我可以試試看 這個比春季好吃耶 真的 帥了 沒有啦那春季因為那個 火候抓不住 至少端出去可以嚇嚇人 對 沒有我在家裡做真的好吃 你剛才一時那個啦 一時殺紅了也調太多 調太久了 還有我們一直在聊天啊 那跟聊天無關 那是你早就設定好了 沒有 沒有 這真的很好吃耶 這個很好吃耶 是嗎 春季這真的是 師父 兩位師父 師父試試一下 對不起 今天第一位評審 是我們的人氣主廚梁師傅 料理經驗豐富的她 會給阿妹這兩道菜 什麼評語呢 而第二位評審 則是首度曝光的蘇師傅 看她俐落的炒菜功夫 以及熟練的動作 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位 料理達人囉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我覺得這個春季是乾了一點 對 在原則上面我們 你如果再加點那個西芹 西芹 對 這個大的西芹 什麼是西芹 西芹菜 西洋芹菜 西洋芹菜 它的香味會更好 而且大概在你烤好五分之前 在塗一個旁邊的上面 讓它那個皮會更酥 更酥更脆 對 這個就很滿意 所以師傅它應該是烤二十分鐘就好對不對 其實這麼大一隻雞應該是剖半 再去烤分量 就是說剖半再去烤 所以要先把它剖半 對對對 因為如果說帶大的雞 可能是裡面不容易熟 所以師傅我們講 這個豆腐也做得不錯 但是這是用傳統的豆腐下去做的 對 那如果說這個豆腐 事先能夠把它醃過的話 對 他有說要醃 入味的話 要醃三十分鐘 他有說要醃被我阻止了 我都沒時間 因為他一直說 你是醃什麼醃 他一直叫我 然後他的酸味 跟他的豆腐的清淡味 呈現出來是蠻好的 可以做 做 跟春雞搭配起來 做個前菜是蠻不錯的 上得了檯面是不是 可以可以 不過師傅那個頭髮顏色 上面過時 跟他幹什麼事啊 回去再加強一次 因為那裡有點太黃了啦 師傅 請兩位師傅給我們 打一下分數 因為我們節目如果是 超過八分的話 就是有過關 3.9分 很高耶 因為滿分是五分 嚇我一跳 會滿分是十分 師傅給是四分 差 沒過耶 過啦 7.9啊 師傅如果說這個肉 再嫩一點的話 就一定會 分數很高 後面的朋友 給他們一點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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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兩位師傅 謝謝大家